读经是不是修行是的 你的会 经经是不是修行是的 完全在你会不会 会的人什么 立一切相 急一切法 不会的人着相 会的人少啊 不会的人多 我们要慢慢的练 从什么地方练 就是从放下 认真学习又不着相 这就如法 如果你真的 我一切放下 我也不学了 你一死无尘 为什么 你不是真的放下 真放下就开悟了 那怎么不是真兄 我是真放下了 你放下没放下 你心里还一口 我什么都放下了 这还没放下 这个放下 你才能开悟 你还是有 四空天人 那就是这一类 我什么都放下了 万华皆空 空了 结果怎么样 他的果报 四空天里面 无想天 他什么都不想了 他在哪里头 那为什么出不去呢 因为他有 无想 那个没放下 我什么都不想了 你看 这一年没放下 这一年呢 就变成了 无想天 他就受这个果报 无想也得放下 才干净 这很难的 太难太难了 大乘法里面讲 念变不离 中道不存 念变不离 就是中道 你知识中道了 你还是没放下 所以凡夫 不是知识有 就是知识空 念变不住 又知识空 跑出一个中道 总是放不下 放下是真正得大自在 真正活活活活活活 什么障碍都没有了 所以从这一点 也能够体会 我有没有障碍了 有障碍 有障碍就想想 没放下 真放下 哪来的障碍呢 有障碍 有障碍的 有障碍 有障碍的 有障碍的